这个村子没有老人只有年轻人 因为老人一到七十岁 就必须来到悬崖跳崖自尽 如果老人一下子摔死 那就代表村子来年风调雨顺 但是如果有人摔不死 村民们会感到非常恐惧 因为这代表着会给村子带来灾难 随后村长会派人过去 一锤子将他送上西天 而那个死去老人的名字 将被用在新生儿的身上 因为村民相信生命有轮回 起初这个村子与世隔绝 只有同村人互相通婚 可是时间长了近亲结婚 生下的孩子不是智力低下 就是身体残疾 为了将村子继续繁衍下去 村长想到了一个好主意 那就是将村子外面的人骗进来 于是村长派出去的小伙 很快锁定了几个大学生 他们眼神清澈一看就非常好骗 等四个大学生拔山涉水来到村子里 受到了村民热情的欢迎 村民们吹着音乐欢迎着他们 还有人替他们拿包提行李 几人被村子里的美丽景色所吸引 而且村子里刚好正准备举行夏季盛宴 就在几人坐在草地休息时 村长的女儿被身强体壮的阿伟所吸引 趁大家跳舞的时候 他偷偷踢了阿伟一脚 阿伟健壮也加入了跳舞的队伍 等到晚上 大学生们被安排到大通铺睡觉 第二天一大早 正式的夏季盛宴正式开始 所有的村民聚集在一起 他们都抬着头望着天空 在九九八十二分钟后 只见一个老人站在了悬崖边上 七十岁老人一言不合就站在悬崖边上 他张开双臂从悬崖一跃而下 这个场景让几个大学生吓坏了 可是在场的村民一点都不慌张 反而觉得是理所当然 因为这个诡异的村子有个习俗 老人一到七十岁必须要跳下悬崖 紧接着又一个老人出现在悬崖 然而就在他跳下悬崖后并未死去 这让在场的村民感到非常恐惧 因为这代表着村子即将遭受不幸 村长立刻带人走了上去 一锤子送他领了盒饭 几个大学生实在受不了村子的习俗 他们准备离开这个诡异的村子 可是阿强尿急想要方便一下 没想到尿在了村子的神术上 村民直接冲了上来 想要活泼了他一样 好在有人拦下了他 随后几人被留下准备吃完午饭再走 期间阿强被一个女人叫走 然而到了晚上还没回来 于是剩余几人又准备再留宿一夜 到了晚上小黑偷偷摸出去调查了 可是他被人从背后打倒在地 而眼前出现的 竟是一个戴着阿强皮套的人 第二天阿伟发现小黑也不见了 村子找到阿伟和阿珍 他说村里有东西不见了 而且阿强和小黑也不见 很明显是他们所为 随后阿珍被拉去参加了一场游戏 在村民的刻意安排下 阿珍取得了游戏的第一名 他被带上了花冠 成为了村子里的五月女王 村民们将他高高抬起 并为他准备一场庆祝仪式 阿伟询问村民发生了什么事 村民一拍掌 阿伟仿佛中了鞋一板 就在阿珍被送上马车游行时 阿伟被带到了一间小木屋 男人只是闻了一下罐子里的气体 他就感到自己浑身精力十足 在村民的指引下 他被安排完成一场繁衍仪式 另一边阿珍乘坐马车来到一片空地 他们在地上挖了一个坑 将粮食和肉类放入坑里 接着用泥土将它埋了起来 用来祝福村子来年大丰收 等阿珍结束祈福一事回到村子 他发现阿伟不见了 在村民的指引下 阿珍来到一间房子前 他看见了阿伟在里面丑陋的一幕 阿珍跑出了小屋 他忍不住想要呕吐起来 村民们赶紧将他扶到另一间房子 然而更诡异的是 阿珍痛苦地在地上哭起 村民们还在模仿着阿珍 等阿珍醒来时 他发现自己身上插满了鲜花 还说自己被选出担任女王 而阿伟被利用完也没有了价值 他被人放在轮椅上 而夏日盛典还有最后一道程序 只见阿伟被装进一只棕熊的体内 他跟其他被骗来的人 都放在了黄色小屋里 在给他们嘴里涂上不要钱的药水后 村民点燃了屋里的稻草 随着火越烧越旺 村民们开始唱歌跳舞庆祝起来 那真名的面容十分的诡异 更令人毛骨悚然的是 阿珍的脸上露出了诡异的笑容 仿佛接受了女王的身份 成为了村子里的一份子 这个影片告诉我们 没事少出去溜达 凡事多一个心眼 没人无缘无故对你这么好 喜欢影片的请点赞关注 我是金乐 我们下期见